道德经睡前半读神奇的入眠音波解除失眠帮助入眠 祝您静心疗愈失眠第六章 古神不死是未玄聘 古至虚而有有形 古神则虚而无形也 虚而无形 尚无有生 安有死业 未知古神 言其得也 未知玄聘 言其功也 聘生万物 而未知玄焰 言见其生之而不见其所以生也 玄聘之门 是未天地根 玄聘之门 言万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 言天地自是生也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绵绵 唯而不绝也 若存 存而不可见也 能如是 虽终日用之而不老矣 生养天地万物的道 古神是永恒 长存的 这叫做玄妙的母性 玄妙母体的生育之闪门 这就是天地的根本 连绵不绝啊 它就是这样不断的永存 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第七章 天长地久 天地虽大而未离于行数 择其长久 盖有量矣 然老子之言 长久即于天地 盖以人所见者言之而 若服长久之至 则所谓天地使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 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 利于万物之外 故能长生 圣人 后其身而先人 外其身而利人 处于重入之表 故能先且存 如是天地与物净生 而圣人与人争得 则天的意仪物而 圣人意仁而 何以大果之灾 虽然 彼其无私 非以求成私也 而私以知成道 则固然而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 是因为他们 不为了自己的生存 而自然地运行着 所以能够长久生存 因此 有道的圣人 欲是千退无争 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 将自己置于度外 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 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 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第八章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己于道 一曰 一阴一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性也 又曰 天以亦生水 盖道运而为善 由气运而生水也 故曰上善若水 二者皆自无而始成行 故其理同 道无所不在 无所不利 而水亦然 然而既以利于行 择于道有问矣 故曰己于道矣 然而可明知善 问有若辞者也 故曰上善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人 一皇善信 正善智 使善能 动善使 必高屈下 未常有所逆 善地也 空虚静默 深不可测 善渊也 利则万物 时而不求报 善人也 原必玄 方必辙 塞壁止 赐遥流 善信也 喜敌群慧 凭准高下 善智也 欲物复行 而不留于衣 善能也 冬宁春半 何意不失节 善使也 夫为不争 故无由 有善不免于人非者 以其争也 水为不争 故间欺善而无由 最善的人 好像水一样 水 善于滋润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 停留在众人 都不喜欢的地方 所以 最接近于道 最善的人 居处 最善于选择地方 心胸 善于保持沉静 而深不可测 待人 善于真诚 有爱 和无私 说话善于隔守信用 为证善于精简处理 能把国家治理好 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 行动善于把握时机 最善的人所作所为 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 所以没有过失 也就没有愿救 第九章 持而迎之 不如其以 揣而锐之 不如长宝 知迎之必义 而以持故之 不若不迎之安也 知锐之幼者 而以揣先之 不如揣之不可避世也 若福圣人有而不有 上安有盈 寻礼而后行 上安有锐 无盈则无所用持 而无锐则无所用传矣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富贵而交 自已其咎 功成 明岁 身退 天之道 日中则疑 月满则亏 似时之运 功成者去 天地尚然 而旷于人乎 直迟隐满 不如事实停止 显露锋芒 瑞士难以保持长久 金玉满堂 无法守藏 如果富贵到了交恨的程度 那是自己留下了祸根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做得圆满了 就要含藏收敛 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道理 第十章 再迎破 抱一能无离乎 破之所以溢于魂者 破为物 魂为神也 一曰 精气为物 由魂为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破为物 故杂而止 魂为神 故意而变 为之迎破 言其直也 盖道无所不在 其于人为性 而性之妙为神 言其唇而为杂 则为之一 言其聚而为散 则为之谱 其归皆道也 各从其时言之耳 圣人性定而神宁 不畏物谦 虽以破为赦 而神所欲行 破无不从 则神常在破矣 众人以物异性 神昏而不至 则神听于破 耳目困以声色 笔口牢以臭味 破所欲行 而神从之 则破常在神矣 故教之以报神在破 使两者不相离 此故圣人 所以修身之药 至于古之真人 身根故地 长生久世 其道亦犹是也 专气至柔 能如阴而乎 神不至则气乱 强者好斗 弱者喜味 不自知也 神至则气不忘作 喜怒各以其类 是知味专气 神须知智也 弃时之时也 弃之即为柔 时之即为刚 纯性而亡气 使之味至柔 因而不知好物 是以性权 性权而弃微 弃微而体柔 专气至柔 能如阴而即矣 敌除玄烂 能无此乎 圣人外部为破所载 内部为气所使 则其敌除尘构进矣 于是其神阔然 玄览万物 知其皆出欲性 等观敬会 而无所瑕疵已 爱明治国 能无为乎 既以至身 又推其于 以及人 虽至于爱明治国 亦以无心欲知 苟其有心 则爱明者 是所以害之 知国者 是所以乱之也 天门开河 能为此乎 天门者 治乱费心 所从出也 既以身任天下 方其开河 便会之间 众人贵的 而唤师 则先是以脚服 圣人寻礼 而知天命 则代畅而后获 一曰 先天而天福为 非先天也 后天而奉天时 非后天也 言其先后 常与天命惠儿 不然先者必早 后者必莫 皆师之矣 故所谓能为此者 亦不失时而已 明白四达 能无知乎 内以至身 外以至国 至于灵变 莫不有道也 非明白四达 能之乎 明白四达 心也 是心无所不知 然而未尝有 能知之心也 夫心一而矣 苟又有知之者 则是二也 自一而二 必知所自生 而于知所自始也 经夫尽之于物 来而应之则已 以 又安得之应物者乎 本则无有 而以一家之 此望之远也 生之处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长而不载 是未玄德 其道 既足以生处万物 又能不有 不适不载 虽有大德 而物莫知之也 故约玄德 精神和形体合一 能不分离吗 拒结精气 以至柔和温顺 能像婴儿的无欲状态吗 清除杂念 而深入观察心 零 能没有瑕疵吗 爱民治国 能遵行自然无为的规律吗 感官与外界的对立变化 相接触 能宁静吧 明白四达 能不用心机吗 让万事万物生长繁殖 产生万物 养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 做万物之常 不主宰它们 这就叫做玄德 但我们不占为己的 所以我们不占为己有 我们不占为己用 并不占为自己的 能不能占为自己的 并不占为自己的 相对 我们不占为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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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